你想做什么 不好意思 李少爷 我家小姐说 她现在心情不好 闹脾气也说不住 说是你已经同意了 要随她闹 所以 我来复明行事 就因为她要闹脾气 所以让你们要一路追到这里 她想怎么闹 叶泽没有回答 而是跟旁边的人失了个眼色 几个人一拥而上 挥起手中的金属棒 就把力挺身刚刚开的车 砸得面目全非 力挺身站在一旁 冷眼看着他们砸 等到差不多了 叶泽才让他们住手 小姐说 副驾驶脏了 她不能坐了 这车就等于废了 所以 不如干脆废了 是吗 有点浪费了 因为下次她还得砸新的 那么 我回去复明了 说完 便带着人 怎么来 怎么走了 力挺身 冷冷扫了一眼 那几乎不成型的车子 面无表情地转身 上楼 你不上去吗 我还有其他事 她是在跟我闹脾气 还不至于找到你头上 你不必害怕 没人会为难你 让那么多人追过来 不由分说的就把车给砸了 这只是她在跟你闹脾气 她是黑社会吗 你就那么纵容她 游着她胡来 力挺身蹭了蹭眉 博春免住 抬脚朝着电梯走去 梁旭儿咬住了唇 连忙跟了上去 一楼电梯停下 电梯门打开 力挺身便跨了出去 连一声多余的招呼 都没有给梁旭儿 冷漠不情地可以 助理萧楚过来 将力挺身接走 李总 酒会真的要以那样的方式去吗 中途一旦出了插座 该怎么跟夫人解释 还有叶小姐那里 真的不提前说一声吗 她没必要知道 叶泽回到叶家 跟叶青秋汇报任务结果 她说什么了吗 她说浪费了 因为下次你还要继续答 梁旭 拿起手机 多了一个电话 奥凯吗 我是叶青秋 那套最新的贺本礼群 给我留下 没什么活动要参加 就是喜欢 觉得错过有点可惜 嗯 明天我亲自去拿吧 挂断电话 将手机扔到了桌子上 转身看着 还站在那里的叶泽 笑了笑 那就继续砸吧 看看下次 我还能砸个什么牌子的车 希望别为了应付我 买个几十万的车 等着让我砸 许文轩从基地挪回来 几株昙花来 说是要给我两株 你帮我去他家跑一趟 顺便帮我查点事情 好 要查什么 要查什么 看着谁呀 我还不想让我发现 我还不出闹 此为何 看着黑色的车